赢一球就发出一声怪叫 这声怪叫也是让不少对手毛骨悚然 不是他打得有多好 而是让对手觉得他打球没有素质 赢一球就像赢下整场比赛一样 就是凭借着怪叫和快速上手的速度 也是在国际赛场吼出一片天 说到这里 大家都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吧 他就是日本选手张本志和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用在他身上最适合不过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2020男子乒乓球世界杯半决赛 马龙和张本志和的比赛 马龙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 被张本志和连赢三局 硬是给马龙整了个下马威 3比1领先的张本志和在第五局 把嚣张升级 这不仅让我想起一句话 老天爷要整惨一个人 就是先把他举得高高的 这样掉下来更惨 看马龙气定神贤的样子 我又想起了一句话 那就是精灵绝飞驰中路 一遇风雨变化龙 战歌响起 马龙侧切得分 没有了怪手 看到这里的龙迷们 请动动你们的发财小手 长按点赞给个强烈推荐 让喜欢马龙的球迷 都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没有技战术 只是一个劲的快 马龙已经麻木了 任凭张本左突右撞 就是没有办法赢下比赛 马龙连板三局 决胜局11比4 淡定拿走胜利 能站在国际赛场上 那多少证明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不过赢球以这种夸张的叫喊 会给对手和观众一种不适感 乒乓球是一项又健康 又好玩的运动 赛场应该诠释乒乓球的魅力 而不是自嗨 球迷们 你有遇过这样的对手吗 说说你的感受吧 留下你们的评论与我互动 我们下期见